2020年,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测量人员和设备的及时到位。 最佳测量时机只剩一个黄金五月,成败在此一举。 在珠峰北坡,冲顶攀登最后一个理想的补给站和安全保障基地位于海达6500米。 虽然极端恶劣的环境赋予它魔鬼营地的称号,但除此之外,别无选择。 用冰川水煮熟各种半成品食物,为测量队员提供了生命能量。 哪怕严重的高山反应令人毫无胃口,也必须强忍着灌下热汤奶茶,吞下说不清味道的饭菜。 因为再向高处攀登,就只有冰冷的方便食品了。 最后冲顶阶段体力消耗达到极限,多一颗钮扣都显得沉重。 因此,登山测量队员只会携带少量干果、饼干和饮料,靠他们至少坚持三天。 但是我准备得比较充足,因为我们有可能把天上多待一晚上,这个要准备。 1960年,王富州、贡布、屈寅华三名登山运动员代表中国首次登上珠峰封顶, 开辟了如今登山和科学工作者最为熟悉的北坡传统登山线路。 珠峰北坡传统登山线路约23.7千米,从5200米大本营出发,沿绒布冰川向上攀登。 途经5800米过渡营地,6500米前进营地后,继续向上,就是第一次攀登时拦住测量登山队的北澳兵壁。 珠峰的整个攀登过程中有三大难关嘛。 第一个就是北澳的这个兵壁这一块,平均坡度差不多45度左右,有些地方还要进行横切。 它首先是有很多裂缝,弄到一个下雪下大了以后,就横接那个地方,很容易发生流血。 雪崩对登山者杀伤力极大,但珠峰登顶第一个突击营地就建在北澳兵壁上,海拔7028米。 如果没有悬在头顶的积雪,7028米营地一般会有相对充足的后勤保障。 因此,在登山者们看来,从这里开始,攀登珠峰才有了真正的难度。 7028到7790这一块是叫大风口,就因为它是在那个风口,并且在一个极上嘛。 刮大风的时候,它是没有任何躲的地方。 在这个遇到大风的情况下,首先是对体能消化很大,第二个是比较容易食温和冻伤。 这个风口,位于珠峰北壁和张子峰之间,特殊地形导致特殊气流。 即便天气晴朗,也可能瞬间刮起12级大风。 气象单位难以预报,只能靠登山者的经验现场判断能否继续向上攀登。 如果能够顺利穿越大风口,登山者会在海拔7790米左右的地方扎营休息一晚,然后继续向上突击。 海拔8300米冲刺营地,是珠峰登顶最后一个营地。 很多登山者抵达这里时,体力已经消耗殆尽。 但是,在这个营地登山者们的休息时间最少,为了预留出登顶后的下撤时间, 他们需要凌晨两点钟起床,开始最后的攀登。 海拔8300米出击完了以后,一个是第二台阶,在跨到顶峰的时候, 还有岩石上第三台阶的一个横切的地方, 那个地方相对来说是,攀登起来是比较困难。 虽然危险重重,但中国登山者们毕竟在北坡传统线路攀登了六十年, 经验丰富。 测量登山队事先制定了一个职责分工明确的攀登计划。 那种的登山队来讲的话,它是有建营的, 然后我们有指挥组,有护庆组,有修路组,有运输组, 然后最后在这些所有的队员里面挑选相对经验比较丰富的, 体能比较状态好的技术,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最后代表所有的队员, 所有的大本营的所有的成员,然后去进行攻击。 天宫不作美,第一次珠峰冲顶暂停后, 大本营沉寂下来,时间却还在流逝。 预报说,下一个好天气将连续四天,但愿如此。 修整中的测量队员们并没有放松, 他们借机继续进行紧张的仪器操作训练。 第一次,基本上我们从6500米还没有出发的情况下, 因为现在就到了海拔6700、6800米的时候, 所以有流血的危险已经撤回来了。 就这样错过了第一次机会以后, 其实对我们来说,还是内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的。 那在上面作业的时候,咱们通常会几个人挤在这个前面。 上面两个人负责中的一页。 队长参检下的目标, 然后其他人把这个三个绳子拿换固定好, 测量登山队将要携带掺标、重力仪、雪深雷达和北斗卫星定位仪登上珠峰。 为了确保测量成功,测绘队员必须要掌握登山技巧。 专业登山队员也要学会操作测绘仪器, 而且越快越好,只有这样才能缩短它们在珠峰封顶的滞留时间, 将登顶测量的危险降到最低。